她之前对我特别好 但我跟她来到北京之后 就什么都变了 我觉得我一直没变 是她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她现在对我态度特别冷淡 回到家拿我当空气一样 和前面有联系 还要和我分手 我之前一直遣旧她 但是她越来越变本加厉 我又要上班 回到家还得照顾她 我也很累 她之前对我百依百顺 来北京的时候 也承诺过要照顾我 我想问问她 当初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当初的承诺还算数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杨22岁 来自广东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广东河北 离这老远的 怎么认识她 我们俩是玩网络游戏 互相交了好友 就是聊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吧 觉得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女孩 后来我就放下了北京的工作 我就直接去那个 深圳去那边 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在那边陪着她 然后过了大概有半年的时候 我就想着 以后我要娶她 然后来我们家这边买房什么呢 肯定以后来这边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边 不是挺好的吗 对你好吗 以前是挺好的 以前是挺好 但是自从我来到北京以后 就感觉她变了 怎么会说她变了呢 我一个人跟着她来到了北京 那时候已经跟我家里闹翻了 打翻了是吗 对 后来因为我们 就是在这边来了之后 也有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但是在这一年 就变化真的特别的大 谁的变化大 她的变化特别大 现在在这边打我 她也变 你也变 对 有一天就是我 我就是喝了点酒 然后回来的时候 也是两三点 确实有点晚了 我也知道 然后她就起来问我 问我这儿问我那儿的 直接就给了我两巴掌 打打打 那也是事出有应的 那之前 她有一天晚上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会晚点回来 让我自己在家 然后我说 我跟你一起去呗 然后她就不乐意 那是我的那个朋友 你们根本就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去啊 所以我当时就拒绝她 对 你从深圳给人带来 人家无亲无故无友的 你去喝酒 你带着人就有什么不行了呢 因为当时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不就是她的朋友吗 对 因为参加聚会 然后当时 就是也有我前女友在场 她也不告诉我 她跟前女友 不是前女友在场 不是更应该带去炫耀一下了 说你看我现在很幸福吗 这场里是这样是吧 不能啊 如果她的脾气 真的就是超级大的 脾气特别大 如果要是把她带过去的 肯定就是直接就吵起来了 所以 对 当时我就没有带她 所以她打了你是吧 对啊 然后就直接 那我是看到她跟她前女友 那个聊天挺暧昧的 当时我挺生气的嘛 然后我就把她叫起来问问 她当时也挺 反正就没有好脾气 然后就吼了我一下 然后我就生气 那是把我拽起来问的 不是叫我起来问的 我当时喝了那么多酒 也挺难受的 回到家之后 我就躺在沙发上了 然后躺在那的时候 她就过来问我 然后进我房间 然后问我说 那是聊天记录怎么回事 我当时因为 根本就没有什么呢 她就要让我解释 这聊天记录有什么呀 她前女友说 今天见到你很高兴嘛 然后我看看前面的 就我 然后跟她吵架什么 她都跟她前女友情愫 完了还说 我还不如她前女友 所以你打了她是吧 对 谁见着谁都生气